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 二 一 灭火 现在我要用灭火球进行灭火 走吧 灭火球 灭火球发出很大的响声 但是它灭的火好像弹定只有1米左右 再来一个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灭火球结出火源以后 很快发生了爆炸 并生出一团白烟 这是因为 灭火球的内部装载的其实就是干粉 当外部引线被点燃时 内部的干粉就会被迅速引爆 并向四周弥漫 形成全淹没灭火的状态 而每个灭火球的有效范围 大概在一平方米左右 因此遇到大面积起火时 需要投掷多个灭火球才能灭火 刚刚的实验大家都看到了 灭火球有爆炸的特性 而且威力还不小 所以有不少人对它的安全性 提出了质疑 比如在日常的存放或者运输过程中 灭火球有没有爆炸的隐患 那接下来 我们将对它进行一系列的破坏性实验 灭火球能ul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灭火球的威力虽然大 但是爆炸不会对人造成伤害